你好朋友,我是幻视领航员阿桑 跟我前往今天的世界,奇迹少年 2017年的英国伦敦金融城 商务活动繁华的外表下 矗立着治安混乱的平民公寓 刚从法国敦克尔克撤退回来的高中生汤姆 看上了坐在前桌的女生路西 全白人都知道两人有戏 哥们儿也一直劝汤姆主动出击 功夫不负有心人 路西果真找到汤姆 约好今晚一起复习 可门口的不良学生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汤姆在城市霓虹下出发 内心小露乱撞的去见路西 一进门才发现情况不对 路西的老弟已经被人打倒 汤姆吓到大气不敢出 路西的房间更是传来哀嚎声 甚至还有人在拍照 甚至歹徒还不止一个 汤姆本就胆小 看到枪口更是拔腿就胖 而歹徒似乎也是个新手 根本拿捏不住开枪时机 还是让汤姆跑了出去 可公余走廊就是直来直去 拿起手机报警的汤姆 被身后歹徒瞄准头部 一枪命中 当手术灯下的汤姆醒来时 已经昏迷了十天 祖母庆幸孙子还活着 但医生让病人别高兴得太早 虽然子弹飞来时被用来报警的电话挡住 但一些手机电子元件还是嵌入了大脑 汤姆左侧的聂叶更是伤得不轻 聂叶负责处理听觉信息 也与记忆和情感有关 只能祈祷以后没有太多后遗症 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而汤姆以后甚至连察觉吵闹的能力 都要就此失去了 自己口口声声说喜欢路西 结果真碰到大声了还只会逃跑 不过话说回来 出院的汤姆再看到电子显示屏的时候 脑海里闪过了许多信号 这可不是睡一觉就能好的 汤姆现在一睁眼就能看到随行全息显示 这可比Apple微生Pro都更快捷更强大 汤姆渐渐发觉 那些打进脑子里的手机元器件 恐怕没有闲着 他也不敢告诉祖母身体异样 家里根本没想看病 可随时与电子设备联系的能力 不是忍忍就过去了 汤姆现在像个移动通信终端 能够随时随地监听周围人的电话 而其中大多是对自己伤疤的嘲讽 从敦克尔克回来都没毁容 到了英国老家反而受伤了 伤疤唯一的好处 恐怕就是在电梯里遇见流氓时 多少有些底气 只是手里的鲜花让气场打折 没有压倒作为同龄人的游击 其实平民社区长大的孩子 长大后做黑社会的不少 像汤姆这样的好学生反倒不多 露西的弟弟恐怕就是不愿当混混 才被人打击报复 最后还牵连了姐姐 尽管露西其实很高兴 汤姆没有被人一枪崩了 可要走出上次的阴影也没那么容易 他不敢再上街 不敢去学校 最要命的 还是那伙歹徒根本没被抓到 这下就算露西不埋怨 汤姆也根本无法原谅自己了 年轻人越想越生气 还被一片混乱的大脑 搅得鸡犬不宁 整栋楼里只要有一个人打电话 或者上网看电视机 他都能接收到源源不断的信号 眼前所有数码电器 都像是等待读取的数据库 面对浩如烟海的赛博世界 汤姆如果把握得好 就能用这种超能力造福一方 如果把握不好 反倒会被这种能力加害 后来的汤姆 每次苏醒都向手机开基页面 还总是想起凶案发生当晚 以及受害者痛苦的样子 和从露西的房间走出来的禽兽们 汤姆似乎能感应到 歹徒那碗所用的手机 并发现受害者遇袭前 被邮金打了一通电话 那个面纱下的歹徒 恐怕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学 他竟然还和露西住在同一个社区 真是无法想象 恍然大悟的汤姆 决定用自己的能力做点什么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这个社区有自己的超人 连不知情的祖母都感叹 要是汤姆的妈妈还在世 肯定会冲进房间解救露西 并把那个开枪的混蛋找出来 但哥们知道汤姆不是这种人 他应该是那种努力学习 继续保持优异成绩 成为社区里少见的名校生才是 这也是条出人投地的路 可今天的汤姆却一反常态 告诉哥们尤金可能是枪手的情报 哥们也知道尤金不是善类 但高中生应该还是有底线吧 或许是为了不让汤姆卷入麻烦 哥们坚称尤金当时不在场 可汤姆毕竟是个聪明人 还有现在的电子大脑做支援 能够洞察周围人的手机通信 不需要听信直言片语 如果他能随时随地监控大家的社交信息 或许可以寻找线索 找到犯罪证据 就像哥们刚要介绍一个派对 汤姆就能直接看到手机定位信息 话说这个蓝色为基本色 红黄色做高量处理的UI界面 是不是太美观了 或许是汤姆可以在自己的大脑 自动调整全息投影的外观 不论如何 现在头顶一块伤疤的汤姆 的确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瞩目 不知大家是不是拿他当刀种 不过一眼洞察全班人的手机数据 这种感受还是前所未有的 而最需要特别关注的人 当然是坏孩子游金 他在班上有好几个小弟 而几人传递的视频 正是案发当晚的记录 汤姆路不可遏 看见露西受侵犯更是心如刀割 不把这几个人生质疑法 他事不为人 先烧了油筋的手机解解恨 而一旦夜幕降临 就是行动开始的机会 汤姆来到不良青年的俱乐部 不抽根烟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露西还在蒙受心理阴影 这帮犯罪分子倒是出来逍遥快活了 而汤姆或许是爱意浓重 所能监测到的最远数码设备 就是露西的笔记本电脑 他生怕受害者想不开 更要让混混们付出代价 果不其然 油筋一行人的衣着穿戴 和那天的犯罪分子相似 手上的手镯也能支持这一点 现在的汤姆就是最伟大的黑客 既然势单力薄打不过 就用特殊能力对付歹徒 只是汤姆看得实在太久 油筋已经被钉到发火 可汤姆其实是在借机扫描 好哥们也及时过来劝架 哥们再次劝告汤姆 不要给自己惹上麻烦 我都还没混到高级别 在黑社会没办法照你 你能走读书的路考大学 我不去混社会又能去干啥呢 汤姆无话可说 回头继续查案 并拿出自己的新手机 用意念编辑信号给露西发信息 而一旦收到回信 也能直接在眼前查收 要是没发生过那几席击案该多好 露西一定也知道凶犯的来历 只是颇于恐惧不敢声招 但油筋也别觉得万事大吉了 他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看来自己已经被人盯上 而这名黑客也实现了许多上班族的梦想 那就是躺在床上也能上班 甚至处理数据的能力还更强 汤姆自此开始追踪油精一行人 不断读取歹徒手机数据 并尝试入侵设备 人的大脑拥有每秒一亿亿次的计算速率 相当于造价商议的超级计算机 有了人脑CPU 做黑客事半功倍 汤姆很快找到一处街头地点 小混混们还有一位上级叫卡兹 可歹徒们回来得太快 汤姆还没有找到撤离机会 只好用意念发送匿名信息 成功转移了混混注意力 露西也开始收到这种匿名短信 对方似乎是一名正义黑客 要为自己行侠仗义 露西只当这是恶作剧 可若不将歹徒们绳之以法 确实连走上街头都需要勇气 谁知道下一秒经过身后的年轻男子 会不会是歹徒的一员呢 跟尤金等人住在同一个社区 就更是折磨了 好在经过白天的扫描入侵 汤姆现在能够顺腾摸挂 监控歹徒们的居家设备 汤姆甚至还能遥控屏幕 进行远程照明观察 这帮人说穿了也只是学生 遇到事就会害怕 可仅仅复制这些影像 投放到学校的大屏幕里 说穿了也只是个恶作剧 根本谈不上报复 汤姆决定进一步行动 并在发现祖母为账单发愁之后 通过调取银行系统帮祖母还钱 随意从银行取钱 可是个发财的好路子 但汤姆最多只去挂挂有钱人的灵头 而如果不找到可以报警的犯罪证据 这帮小混混永远都会制造麻烦 尤金其实也在调查 那个阴魂不散的黑客到底是谁 汤姆正要陷入麻烦 好在匿名信息可以转移视线 混混们惊觉有人监控 只好放走两人 可作恶的人终究是闲不住的 一到晚上又来大马路偷车 高中生作案相当熟练 却不知一位黑客已经丢上了自己 刹那间四扇车门全部啰嗦 发动机运行功率还被调到最大 谋财的人终究还是怕死 一听收音机里的黑客在问 上次犯案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胆小的小弟还是供出了卡字 再晚一步回答 就要和爆燃的汽车一起陪葬 汤姆对这一切很满意 如果伦敦是歌坛 那自己就是这里的蝙蝠侠 他穿着打扮也有这种效果 就是容易跟挪威DJ阿兰沃克弄混 但DJ打的是蝶片 汤姆要打击的是犯罪分子 通过人脸数据分析和姓名比对 汤姆理清作案分子关系网 并最终锁定敌人的位置 幕后大佬还在悠闲做饭 卡子的汽车便突然着火 这很有可能是其他帮派伺机报复 卡子连忙带属下外出查看 却不曾想汤姆就在楼下 汤姆当即进入据点 四处搞破坏 势必要给这帮坏人一个下马威 一个好电器都不留 发现的大量维基药品 更是可以送许多人坐牢去 卡子一行人回到公寓 才惊觉大事不妙 一切都在按照汤姆的计划进行 他现在干脆晚上不睡觉 一到深夜便外出行动 并给自己设置个人网站 发送给整座城市的人 随后又拿出先前的维基药品 分别称重装弹 依照法律给每个人安排好相应刑期 几名学生歹徒就住在本社区 直接将维基药品定位发送给警察 明天就有好戏商业 警方平时虽然不关注穷人社区 但真有了线索 还是会动手的 只见武装警察们余贯而入 根据举报线索四处搜查 果然查获许多证据 不仅如此 相取前跑路的卡兹也成了穷光蛋 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的犯案 付诸东流 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上的游击 也被武装警察扑倒 有什么苦水 去跟法官说吧 本地网友全都给伟大的黑客欢呼 实验自己大脑操控能力的汤姆 决定更进一步 铲除犯罪分子背后深藏的黑恶势力 可长期咒服夜处已经惹恼了祖母 老人家真的很担心孩子学坏 女儿当年就是咒服夜处 沾染了不良习气 能有了药饮 什么都晚了 不是去监狱 就是去停尸房 但汤姆现在不可能收手 通过卡兹的通话记录来看 本地的犯罪活动 都是个叫埃尔的男人在统筹 而这个叫埃尔的似乎大有来头 汤姆甚至雕幽数据控后都查不出来 而在埃尔的指示下 尚未落网的卡兹准备阻止反攻 他召集所有还能行动的小弟 要将本社区的数码设备全部没收 那个黑客能记录本地的影像 肯定就居住在这个社区 接到命令的流氓们 就此开始随地查抄居民 居民们屈从于武力 面对数码设备被没收 也不敢说出一个不字 汤姆还在学校考试 就看到网友求助像雪花一般涌来 他回到自家也发现警察在作笔录 汤姆只能不顾长辈阻拦 再次外出行动 祖母担心孙子遭遇不测 只好拜托汤姆的朋友多留心 可如此一来 汤姆咒服夜出的秘密就暴露了 卡兹知道有人可能在尾随 也是提心吊胆出门 可话说回来 汤姆这么大个人站在天桥上都没有发现 也不知道卡兹是怎么混到今天的 汤姆或许正是因此轻敌 骑上自行车便开始追踪行动 并通过全息投影形式为自己导航 可这不过是一个诱啊 卡兹已经把手机丢在半路 养成了反侦察意识 好在线索中断难不倒汤姆 伦敦上空有很多警用直升机在巡航 汤姆只需要稍稍发工 接入直升机监控信号 便能及时锁定出逃的卡兹 甚至连车牌号都能记住 汤姆开始二次追击 很快便发现了黑社会大本营 这里看似一处废弃场地 实则暗藏伦敦地下违禁药品交易地点 汤姆急忙从网上下载格斗技巧 准备干掉前面的守卫 他锁定敌人的脆弱关节 只需要一拳和一脚 便将敌人击倒再打运 这次冒险的回报很丰厚 因为表面运送数码产品的包裹内 其实全都是违禁药品 但汤姆不打算包紧 而是让黑老大埃尔离开伦敦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这么明显的行动一定会被人发现 他被痛殴倒地 只好释放一股噪音干扰歹徒 再趁乱逃命 汤姆这次伤得不轻 大脑的监测功能也严重受损 他在河边醒来 没有参加今天的考试 即便露西为汤姆等到了最后 对方也没有现身 社区里发现的命案 也让生活一团糟的汤姆开始怀疑 积极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在击退黑暗 还是在挑起新一轮内战 可由于电子元件已经嵌入了脑子 医生根本没有把握让汤姆变回正常人 而由于上次暴露了基本外貌 汤姆的家也被人盯上了 一管冰冷的枪口 直接抵在他的脑门上 汤姆终于如愿见到了埃尔 可惜是以接下球的方式 而最离谱的是祖母跟埃尔刚好认识 妈妈生前也跟埃尔来往过 最后自己才降生 这个深藏不露的黑老大 有可能真是汤姆的亲爹 埃尔和汤姆一样是很有报复的人 看着城市迷糊弄 就立志自己也要做有钱人 只要汤姆肯合作 这个世界都会是他们的 而汤姆也没有拒绝的权利 埃尔为了从监狱捞出小弟 可是花了不少钱 露西也已经被绑架 由不得汤姆任性 而最终帮埃尔锁定目标的 恰恰是汤姆最相信的人 哥们和汤姆从生下来 就认识了一辈子 到头来还是为了一点钱 出卖朋友 钱就是权利 所以埃尔不会和汤姆谈判 年轻人只能乖乖帮黑社会赚钱 可汤姆其实被骗了 黑社会是不论如何 都会将露西灭口的 尤金正要开枪 好在有从小认识露西的玩伴 良心发现 巡警也来到了此地 埃尔发觉汤姆不太专心 当即联系尤金 看来汤姆果然报过警 躲避警察的尤金一时慌了神 甚至把枪都吊在了地上 虽然侥幸躲过了警察 可也在无形中给了露西机会 独自将手枪捡起 我真是低估了人性之恶 没想到一同长大 还是同班同学的你们 也会干出这种恶行 可露西终究下不去手 还是选择一个人离开 然而好巧不巧 埃尔一行人也杀到了此地 眼前汤姆被压作人质 他也只能把枪放下 汤姆和露西这下双双被俘 可汤姆不想再配合了 干脆用全部手机信号发工 让埃尔手中的机器报废 还将所有周围小弟的手机引燃 埃尔小队顿时遭受重创 露西也趁乱将枪支夺回 可寻找埃尔的汤姆太过轻敌 还是被黑老大一棍击挡 走投无路的汤姆再次释放噪音 但埃尔显然比其他人更专注 抄起铁棍便冲着汤姆走来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露西打出两枪制止了埃尔 虽然致命空枪 但也算引走了敌人 而且还捕枪打中了敌人的手臂 汤姆趁机起身 直面埃尔 并释放出自己的最强一击 脆哭拉朽的冲击波震荡之后 埃尔和汤姆双双倒下 但汤姆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埃尔势力的垮台 也让许多千年迷途直返 虽然自从上次释放冲击波后 大脑里的电子元器件都已损坏 可变成正常人后 又有什么不好呢 汤姆对这个结局很满意 全片完 奇迹少年的故事落幕 跟阿搜换到其中的世界 看看吧 因为大脑受伤混入电子元器件 突然化身移动电子信息控制台 在这个高度网络化的社会里 汤姆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这次意外得来的天赋 相当于非常成熟轻巧的脑机接口 这是一种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 建立直接通信渠道的技术 信号来自中枢神经系统 传播中不依赖外界神经与肌肉 用于辅助增强 修复人体的感觉和运动功能 或提升人机交互能力 释放超强电波对外攻击太玄乎 但如果躺在床上都能看到全息投影 像随身携带隐形电脑那样 开展一天的工作学习和娱乐 这种技术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如果你拥有这种能力 首先会为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搜